三案四題 鳥哥收到超速的罰單與照片 照片上記載的車速為每小時122公里 超過中山高的速限每小時110公里 請問你速限上的每小時110公里是什麼意義 我們曉得我們拍這個超速的 超速的罰單跟照片 拍的是當時拍照的那個瞬間 它的快慢 所以它拍攝的是所謂的瞬時的大小 而不是平均的大小 同時我們拍照所顯示你開車的快慢 是只有管大小沒有管方向 所以它是一個速率的關係 而不是一個速度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了解 我們所謂的速限所限制的是你的瞬時的速率 而不是所謂的平均的速率 也不會是所謂的瞬時的速度 或者平均的速度 所以呢我們第34題的答案呢 應該選的是C 車子瞬時速率不可以超過每小時110公里 我們先選的是C